爸爸去哪儿舞陈小春严格要求Jasper,吴振宇最能理解。 1996年电影《古火载大火》,这个改编自三日堪精修同名采漫经典故事的电影讲述了红星成员陈浩南、山姬、大天二等人出生入死的故事,涉及兄弟情义、友情岁月、刻骨爱情,诠释了一代人无处安放的青春。 饰演山姬的陈小春也凭这个角色火遍大江南北,很多人就直接把山姬的性格带入对陈小春,认为陈小春好色,凡事不公。 而实际上陈小春就是爱老婆的典范。 2015年陈小春演唱会上唱《相依为命》和妻子英才而高怪互动,陈小春宠你的笑苏诈人了呢? 结婚7年,两人依然恩爱如初。 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舞》播出后,陈小春和Jasper严妇萌娃娃搭配吸引了很多吃瓜群众。 在陈小春多次喝释人,麻烦快点后,笑Jasper萌萌的小乃音,Can you stop angry? 你们不生气了吗? 这个举动让陈小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怒火也烟飞晕。 陈小春表面上很严厉,实际上却柔情满满,坐在车上的时候,她也贴心地给Jasper扇风。 在路边等着,被大太阳晒住,她为儿子挡住太阳,父爱不多言,情深意更重。 陈小春和Jasper的相处模式很像吴振宇和费曼的相处模式。 吴振宇对费曼要求很严格,经常动不动就说叫,这样近乎严苛的态度看的网友都很不忍心。 但是吴振宇很爱费曼,在知道费曼的眼睛可能会终身受到影响时,她怒摔话筒,爱是藏不起来的一种东西。 吴振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我现在对她严厉,我快50岁了,我只有对她加倍严厉,才能教给她更多的东西。 费曼出生的时候,吴振宇47岁,Jasper出生的时候,陈小春46岁。 陈小春对她的眼里大比也是出自同样的心情。 儿子,我希望你慢慢地走。可是我发现,你慢慢地走我可能看不到你长大。 所以我快马加鞭的驱赶你,只希望你能成长得更快。 给全天下的父亲打扣,我无名目字。 本文为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点赞,二轻点赞,点赞,点番ут意。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